接下來方程老師要介紹第四題 他說數別1 2 1 3 2 3 2 4 2 4 3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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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一直下去 問你說有一個數叫做16分之7 應該是這個數別的第幾項 好 那我們看到的是 這裡到快要3分之3之前就停了 這個到4分之4之前就停了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這裡會有兩項 這裡會有一項 這裡會有三項 這裡會有四項 所以你這裡 項數1 2 3 4 那接下來去就是6分之1的開始 好 也就是說如果你現在 你的分母是6的時候 你其實是1加2加3加4 然後最後還加1 前面還有一個1 所以你分母是k的時候 你就6 那你就是在第六組的時候 前面這k-1 k-1總共加起來有多少呢 就1加2加3一次加到 這個6是等於k k如果等於6 那你要加到4 4就形容是k-2 k-2 好 所以你就是1要加到k-2 然後前面還有一個1 前面還有一個1 那這是一個等差數量 當然是上底加下底 加起來是k-1 這裡項數有k-2項 除以2 好 那再加上前面的1 好 那現在你分母是16 所以把16就帶 就是這個分母是16 就帶這個16 所以是1加上2分之 16-1跟16-2 好 那16-2就是14 就是7 7乘15就是10 再加106 好 那所以後 也就是說 這從0點點到16分之1之前 這裡會有106的 106的數 那你後面這裡 他從1開始 16分之1 那現在是16分之7 所以顯然是再加7的 所以16分 106再加7 所以大概就是113 所以我們總 這個數 就是在第113項 這樣可以嗎